大城市内置产不容易 但要买房多数民众最在意的还是价格 想买到理想又便宜的建案 溢价世门学问 即便有实价登陆资料可以参考 还是有人希望建商或代销 可以拿出实际价格表 不过事实上民众所看到的定价表 恐怕还不是建案的最低价 其实看到底价的话难度很高 那当然这个可能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关系之上 所以才会比较有机会 那当然如果说是以底价来说的话 因为每个时间点的成交状况不一样 所以它可能会有价格上面的落差 底价表顾名思义 就是每一户可以卖的最低价格 要是能看到 大师就能确保不会买贵 但底价不是人人都知道 而且还会随着市场变动 表定价格跟实际的成交价格 确实是会有一点的落差 但是这个会依照案场跟建商的 建商给代销业者的价格 会因地制会有不同 那一般来讲是不会差异太大 可能顶多是在5%之内 除了溢价需要斗志 也得留意建商广告玄机 像是广告户虽然价格便宜 但仍有机会被加价 买房送礼则是得衡量礼品价值 至于超低自备款 利息也可能会比利率行情高 还有名牌纸袋装鸡蛋 面对四大包装手法都得保持谨慎 比较常用的广告话术会是说 它可能会说是与内湖或与南港为零 但是它本身的位置点 并不是在这两个行政区 买房人生大事金额动辄千万 出手至产定终身 最好做足功课 免得掉入陷阱 无法翻身 暂时我林明达大军奇台北报道 还有买房子怎么谈房贷 这也是一门学问的 现在出现最低是1.31%的房贷利率 比青年房贷第一段机动利率1.4% 说起来数字还要更低 好这到底差在哪里 哪些人有机会可以拿到 这么低的房贷利率呢 带大家进一步了解 买房贷贷款受疫情影响 全球先降息潮 国内甚至出现1.31%的地板房贷利率 翻资料处理诉讼案件 这位律师三年前买房 向银行贷款年利率1.61% 贷款30年 若以贷款金额800万来算 每个月本家利月付约28000 比起1.31%超低利率 一个月多缴1000多块 那时候贷的 觉得1.61%是决定算偏低的 不会就刚一个 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算偏低 可是现在过三年 就降到1.31% 真的差蛮多的 但超低房贷利率也不是人人都享有 银行会根据个人信用 还款能力 还有财力做评估 凭稳定度取胜 军工教人员 医师 律师 会计师等三师 还有百大契约员工 这三类人最有机会 背景和青年房贷比一比 在800万分30年还款 1.31%的地板利率 也比青年房贷 第一段机动利率的1.4%还要低 一年约省下4000多元 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前低后高 那前面可能是一年或两年的低利率 后面的这个加码的状况就要看各银行 对于不同的生贷条件的这个身份的借款人 他可能会做不一样的调整 而想省钱凭转贷专家也有提醒 转贷成本除了贷书费 徒销费还要负担原贷款违约金 若以转贷800万元试算 成本将近2万元 想转贷利差得够大 足够超过负担的成本和费用 转贷才有价值 本里希望您静听我好听 台北本